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今天这条选题 轻轻有点棘手 为什么呢?因为这家店的老板是安利过的 具体的原因交给阿伦说 我也不敢说 话说,前段时间 在安利过来我们节目做了两期的主持 很多人留言说 什么时候去探讨他的永利饭店呢? 其实很久之前,大秋已经去探讨过了 刚刚前段时间 安利过去佛山又开了一间 炖汤蒸饭的快餐店 他就说,既然都要拍人家 不如拍我吧,我的商品也不差 肥水不留别人田的意思 那就是免费帮安利过做广告 很难做的嘛 难做? 难做就别做了 如果他出品可以的话 当他人情给他又怎样呢? 但我没办法的了 我还是有一句说一句的 有碗素碗又碟 有碗素碗 那怎么办呢? 不用找他 不用找他 我们先吃完东西 他在这里放了奖牌 但我告诉你,奖牌是没得吃的 最佳创意? 对,安利哥,你真是 那些好东西都不让自己有 有这样的东西都不让我吃 反正主要是蒸汤为主 蒸汤和蒸饭 我们蒸汤都是添加的 什么都没加的 什么都不加 肉有来 没有,调味也不加 我知我知 你真是很衰 或者你推荐有什么汤好喝 有去塞的,有滋润的 有椰子炖鱼 还有花蜜生链 还有鸡翅 还有鸡翅 我们也买得很好 不用補腎 要補腎的话 要補腎的话 这个就不是很蜆 不是很蜆 我们要補腎 那我就做完椰子炖竹丝鸡 先吃鸡 因为这些饭的菜都可以单点的 好好好 先试一下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汤都是三炖出来的 它的味道会沉底 好 拆一拆之后 就试一试 觉得淡了 再加少许盐下去 调一调味就可以了 没错 没错 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出去喝的椰子炖汤 是只有一个磕 这个有两个磕 它有两个磕是正常的 一个是硬磕 一个是椰肉 它不算是特别甜 但是它的料 对得住这个格格 包括汤式 包括它的成型 它不是水鬼料 那么稀的状态 你也知道 没有鲜甜到鼻 那种感觉 但是吃一些原味 其实你会感觉到它是 是真海实料的 你不教咸的 你要教它自己来做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有些人喜欢淡一点 我是喜欢淡一点 当然有些人喜欢咸一点 加少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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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其他食材 不知为何它会更甜 想喝甜一点 或者是合式广东人多一点 你自己加些盐 这个是咸鱼花肉 它不是大粒的咸鱼 好处就是 应该没那么臭 咸鱼的咸鱼味 不臭 刚刚好 咸鱼味 很松分 你哥哥也会有心 不差的 只要我这么说 我自终要吃蜡状 有香味 足够 梅菜肉饼 看来它比较肥 它反而淡一点 肉的调味 可能会差一点 好了 接着就是这个 这个真的在家很少可以 自己做到的 咸蛋蒸肉饼 比较 这个就是很松分 这个就香 如果这个肉饼和这个肉饼比 我当然喜欢吃的 咸蛋肉饼 这个是香 回来 整件事就要吃饭了 哈哈哈哈 我暂时都喜欢这两个 这个梅菜的 咸鱼和咸鱼肉饼 肥的部分 多一点 所以你捞不住 这种感觉 我最喜欢吃的 咸鱼和咸鱼肉饼 最喜欢吃的 我们是中午开始前 会蒸好新鲜的菜 然后到中午卖完 便没有了 然后到下午开始前 再蒸好新鱼肉饼 然后到下午开时 所有的肉饼 这样蒸才会有口感 而且我们的菜 例如肉饼 和花肉 即是用鸡汁去调味 我们没有吃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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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肉饼 鸡肉 鸡肉 我刚才说的 我刚才说的 鸡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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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把豆豉炸弄 所以它就炸弄 这些是家庭种 就是 我家庭做的就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就要切错一下 没有吃的味道 和我家庭做的完全一模一样 切错一下 鸡肉会多些 鸡肉饼 鸡肉饼 有些客人会说 鸡肉多了一点 有些客人说 鸡肉太少 鸡肉 鸡肉少 鸡肉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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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有点鸡肉 有点烟熟味 它的鸡肉多一点 调味会甜一点 有一个有趣的食材 这种叫精致 你不要把它称为大酒 你不要当它是是私房菜 在煞菜 是在煞? 是 没问题 我们先煞给这个 我应该来吃几个汤 他知道你们过来吃东西 我只是按照我做事 你跟他说一声 不要以为请我吃一顿饭 麻椒素就可以不用给 我还还还 这里花多少钱 我差了四十几个 四十几个 好吃 是不是 你刚刚吃完干蒸 吃完干蒸 是呀 吃完干蒸 好吃吗 什么好吃 什么好吃 牛丸 牛丸又好吃 你喜欢吗 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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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叔叔 好 谢谢叔叔 阿静女孩 帮我们买 哈哈哈 帮我们买 我们走了 拜拜 拜拜 吃完这个蒸饭 OK 尤其是妈妈的感觉 很加的感觉 蒸肉饼 不过 刚才有个阿姨说 梅菜肉饼 跟他的印象很差 其他可以 我很喜欢咸鱼花肉 哎呀 那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那些咸鱼 又不是大条的 咸鱼 但又刚刚够味 又好吃 是选择那些 一斤重的咸鱼 还有那些鱼排骨 那些肉很棒 又香 很甘香的 最重要是 为什么今天要跟我们免单 我 请你吃餐家常面发 不是呀 我和阿伦又不是这样想 是呀 这一餐快餐免单 只有小小东西 下次可以永利免单 行不行 又行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开在这里呢 就是在佛山开一间快餐 就是蒸饭啊 炖汤啊 有点心啊 突然间喝大了 就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我做事很取胜的 真的很取胜啊 那下次喝大了 会不会又开一间茶餐厅啊 有点什么 哇 叫我吧 哈哈哈哈 有可能 脚踩柠檬茶 很出名的 很厉害 好 谢谢安利哥 是这样 廣州见 拜拜 虽然说是一间炖品 但是其实它的出品 在很多细节的位置 其实你会感觉到是有把控的 就并不是说 随便摆下去 喝吧 吃吧 这种感觉 都是那句 这里并不是一些升级大酒楼 并不是超级私厨 都是一些很家常的东西 你说在广州特意过来 未必 真的没必要 但是在佛山的朋友呢 你又想试试一些 没有添加 食材健康 好像阿姨说 你够不到我 这些食材 行不行 我一试就知道了 我妈妈很聪明的 那种感觉 哎呀好像我啊 我医的手势 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 自己吃得放心的 家庭的感觉 就是这个味道 好了 我们回港渣了 还有啊 免费和你买广告 什么消费 免费20元 只有一只 40元送两只 我们吃了三只 好 最多送三只 是这样 人之二俊 都很免费 就是这样 拜拜 去不去吃 吃 吃够姜 够姜 在对面了 饱了 你还不够姜 我不够姜 我不够姜